字幕君 在一切變得更糟糕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好的一面 這是個充滿紅鷹仔的世界 裡面只有一隻黑到底和一隻模仿貓 用右邊的這些按鈕來開始快速模擬 或者一步步來 以及重新開始 我們一步一步來 你一定知道模仿貓在現在的規則下 可以輕而易舉的贏得比賽 但是我們現在的規則是 玩家之間對陣每一局有十步 如果把十步換成七步、五步 甚至三步、兩步、一步 模仿貓還會繼續贏下去嗎? 可以用下面的滑動條來調整每一局 有多少輪 然後按下開始進行模擬 我們從九開來試試看 我們從九開來試試看 感覺模仿貓還是會贏啊 等等喔 說不定模仿貓後來會輸喔 因為步數越來越少的時候 模仿貓能從他的同伴那邊 轉回來的點數就會越來越少 他剛開始先被黑到底騙一次嘛 看我猜的對不對 現在六步了 還是模仿貓 模仿貓被吃掉了 真的 模仿貓真的被吃掉了 我們來一步步看 我們來一步步看 淘汰 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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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豪鷹仔快要 Told Me了 摩 罷 魔仿貓被淘汰了 妝 魔仿貓 哦ож 嗚嗚 所以到舞步的時候 模仿貓就會被淘汰了 再少下去 模仿貓應該也是躲不過這個悲慘的命運 而且應該會越死越快 因為牠們能賺回來的量會越來越少 到一步的時候 模仿貓甚至先陣亡了 你看到了 比賽如果不走足夠多步 這裡是五步 或者更少 牠到底就會處於絕對的優勢 美國在1985年的調查顯示 當人們被問到牠們的親密好友有幾個的時候 通常回答是3 而在2014年這個數字是0 現在我們擁有越來越少不同階級 不同種族 不同經濟狀況 不同政治理念的朋友 但原因只是因為我們所擁有的朋友數量變少了 僅此而已 我要回答的話也是0 而且剛剛你自己也發現了一個道理 人與人間越來越少的重複互動 所帶來的影響就是不信任的加劇擴散 不不 大眾媒體不算是重複互動 必須是個人與個人之間進行雙向互動才行 而且情況會更糟糕 怎麼樣更糟糕啊 情況1還是比兩個人都欺騙的懲罰 也就是0 這樣好 會發生什麼事呢 把合作的獎勵降低喔 它現在合作兩邊都會拿到2 我把它降到1 好 開始 合作的獎勵變少的話 摸放貓也會被吃掉 居然是這樣 那 那如果我把這個也降低呢 我把欺騙得到的獎勵也降低了 好 這樣子的話 模仿貓跟紅仔就會取得平衡 如果有高一點點 只要有高一點點 只要欺騙的有比 合作還要高一點點 勝利的就會是黑到底 如果給懲罰會怎麼樣 給懲罰還是黑到底 我把欺騙 互相欺騙給 給懲罰 例如是罰款 刑罰之類的 就還是黑到底 欺騙沒有壞事的話 那一定 被欺騙不會損失的話 那就 黑到底就沒有辦法了嗎 還是可以 剛剛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 跑出很多紅仔 再一次 被騙沒有懲罰 也拯救不了其他角色 剛剛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嗎 這已經回到原本了 我還沒 所以 所以欺騙跟 合作報酬一模一樣的時候 黑到底 也不會生存 我更提高合作的獎勵 還有什麼樣的玩法 如果說 如果說 我 重罰呢 我重罰這些欺騙的傢伙 開始 有紅仔 有純窩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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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黑到底 並不會消失 就算對互相欺騙 給再 再多的懲罰 它都不會消失 不能再這樣 給互相欺騙的壞人 懲罰 一點用都沒有了 欺騙的利益 還是 驅使著大家 就算機率相等 他們還是可以存活 不是機率啊 就算 獲得獎勵 跟懲罰 相等 他們也還是可以存活 最後再來看一次 降低報酬之後 事前就被黑到底統治了 怎麼會這樣 同樣的事發生了 當雙贏的報酬被降低 黑到底開始處於優勢地位 對於這種現象 博弈理論裡面 有兩個很恰當的概念 可以參考 零和遊戲 指的是博弈雙方 都悲觀的相信 自己得到的東西 必然來自於對方的失去 零和遊戲 零和遊戲指的是博弈雙方 都努力創造雙贏的局面 或者至少防止雙輸的出現 如果沒有零和 如果沒有非零和遊戲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便不可能得到傳播 說到這裡 來看一下 第三個 也就是最後一個障礙 讓信任難以演化 滿滿的黑到底啊 金無赤足 人無完人 模仿貓雖然厲害 但牠有個巨大致命的弱點 我們一直沒有提到 要了解這個弱點 我們讓兩隻模仿貓來進行遊戲 理論上 牠們只要回報彼此的好意 蛤 啊不好 人會犯錯 訊息會誤傳 曲解 真相又常常解釋不清楚 現實生活裡 就會發生 各種各樣的事故 但是 如果對方並不知道 或者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小錯誤 誤會 對方覺得我騙他 就騙我 可是 我覺得他騙我 所以我會騙他 騙回去 所以就會一直互騙 原原相保 何時光了 這兩隻模仿貓 就自己一步步陷入復仇裡 不可自然 就只是源於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小小錯誤 悲劇啊 那改善這種情況 我們應該要引進一些能處理意外的新玩家 認識一下這些新面孔 或者說新帽子 不管了 模仿咪 你好 我跟模仿貓幾乎一樣 不過 我只會在你連續欺騙我兩次的情況下 才選擇反擊回去 畢竟人生總有意外 少跟金 按我先合作 如果 你也合作 我會重複自己上一步選擇 即使是意外也一樣 如果你欺騙我會 做出個下一步相反的選擇 即使是犯 犯錯了也一樣 胡亂來 你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隨便就對了 隨便丟就對了 好 現在場上有17隻紅鷹仔 對陣我們的老冠軍 公平的模仿貓 以及三位新角色 寬容的模仿咪 遲鈍的小跟金 還有殺殺的胡亂來 每走一步 玩家們都會有很小的幾率 犯錯 假設是5%吧 你覺得這次誰又會笑到最後呢 仔細想想 然後做出你的選擇 仔細想想 會不會是模仿咪啊 我覺得小跟金有點難理解 如果你合作我就會繼續前一步的選擇 不合作我就會 相反我上一步的選擇 是模仿貓 上一次的冠軍 感覺他要有希望 紅鷹仔一定不可能 我把選模仿咪好了 好的 你賭的是模仿咪 我們來看看你猜到了沒 模仿咪剛還是沒有拿到高分 好像小跟金的分數還不錯耶 這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小跟金 這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小跟金 繼續 小跟金越來越多了 而且這次感覺還會有很多小跟金 衝活下來 為什麼小跟金可以拿這麼高分啊 紅鷹仔要沒了 紅鷹仔要沒了 居然是小跟金贏 你與大家擦身而過 不過很接近啦 小跟金取得勝利 就是因為小跟金其實具備 剝削紅鷹仔的能力 他們都以合作開局 但是一旦小跟金犯了錯 欺騙了對方 就會一直欺騙下去 因為紅鷹仔永遠不會犯擊 原來如此 所以 小跟金會留下來 沒想到天然呆也是 也是有優勢的 難怪天然呆不會滅絕 天然呆屬性 把佔半數以上 把佔人數一半 的紅鷹仔又黑到底替換 其他的都不變 這一個一點兒也不寬容 充滿惡意的環境 你覺得誰會贏呢 嗯 啊我好像有點理解小跟金了 他是 覺得自己現在做的這件事情是對的 他就會持續做 他覺得自己這件事情做的是錯的 他就會 換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他如果被欺騙 我就換 反正我被騙了 我就換 就不管什麼原因 反正就是 換一個做法 他就是一個交換的過程 誰會贏喔 我覺得 有點難欸 這樣誰會贏啊 黑到底嗎 有點難欸 上次選黑到底是錯的 怎麼了 模仿咪 我覺得 模仿咪可能 比較 比較有希望 算了 還是黑到底好了 看看拿黑黑的有沒有什麼幫助 模仿咪畢竟要被它騙兩次才能爬起來 好像沒有用喔 我選了黑到底輸了 好啦 最起碼世界不會被黑到底佔領 模仿咪居然贏了 為什麼啊 猜到不賴 但獎金還是別人的 模仿咪贏啦 而且意想不到的是 即使在初始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 模仿咪這個更加寬容版的模仿貓 居然可以 居然最後被證明 是最成功的 注意 模仿咪十分寬容 以至於它有時候甚至沒有完全消除模仿貓 牠們可以和睦相處 在這種情況下 一點點的誤解 每一步的機率是5 可以帶來更多的寬容 但是如果誤解發生的機率發生變化 結果還會是一樣的嗎 本來是這樣啊 模仿貓 因為模仿咪會寬容模仿貓的錯誤 所以牠不會像模仿貓之間那樣 這麼輕易的性能瓦解 如果都不會犯錯 就是最原始的狀況 這種情況下 我猜模仿貓會贏 對 因為都沒有犯錯的話 因為牠 模仿咪基本上 牠就沒有那個 互相信任的優勢 牠其實跟模仿貓是平手誒 只是牠人數少 所以牠更有可能被消滅而已 牠們算平手吧 兩拍咯 一拍咯 只要犯錯機率 稍微高一點 模仿咪就可以 模仿咪就可以取得 比較多的優勢 如果犯錯機率太高的話 黑到底就會贏了 9% 9%呢 9%是模仿貓贏 10%就會變黑到底 0% 那再上去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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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49都是黑島底輝贏 結果大概就是這樣 在0的時候公平的模仿貓勝利 在1-9之間寬容的模仿咪獲勝 在10-49之間不公平也不寬容的黑島底獲勝 到了50%沒有人會一直贏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誤解是達成信任的一個有趣的壁壘 一個小小的誤解可以帶來更多的寬容 但太多的誤解帶來的卻是大範圍的不信任 我個人認為現代科技進步 讓媒體越來越發達 雖然一定程度上幫助了人們增加了交流機會 卻也帶給人們更多的誤解 終於咱們一起來試試所有的數字組合吧 歡迎來到沙盒模式 好多的誤解 好多的誤解 好多的誤解